在杨洁导演的25集86版西游记中有这么一集 可以说是倒进了家常里短 也说进了事态炎凉 更有路见不平一声吼 也有强曲违心 儿女情长 在这一集中改编也是非常多 但是每一处的改编都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知道了这一集的幕后故事 我们不仅要佩服杨洁导演的独到的艺术眼光 与大胆的艺术创新 没错 这一集就是《济收猪八戒》 这集该从何说起呢 话说唐僧与孙悟空离开了观音院 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 降服了黑熊怪 也夺回了菩萨送给唐僧的宝贝袈裟 这一天来到了高老庄 正好遇到高老太公 找法师帮忙捉拿妖怪 是妖怪指掌的肥头大耳 猪嘴獠牙 原是救了高小姐 打走了抢心的土豪 虽然她一顿饭吃得非常多 这么多大馒头都不够她一个人一顿饭造的 但是好在猪八戒为人还算不错 也比较老实 对人也比较好 并且有一把子力气 正合了想招个上门女婿的高老太太 与高老太公的心意 去哪曾想 在成亲那天 因为多喝了几杯酒 便现出了原型 这可吓坏了一众来参加婚宴的宾客 其中就有一个媒婆 在小的时候我们光看热闹了 完全没有看出来 原来这是男人扮演的 并且你再仔细一看 这个媒婆非常眼熟 不是六小灵童 难道还是别不成 据后来回忆说 拍摄这一集的时候 除了杨洁导演在看监视器 她的老公王崇秋 扛着摄像机之外 剧组的其他人员几乎全都上场了 六小灵童在这一集中 不仅扮演孙沃空 扮演的这个老太婆 那也是唯妙唯孝 看上面这个镜头 你再仔细看一下 还能看到她的侯杰呢 不过 小时候谁会注意到这些的 除了六小灵童客串之外 这一集中 沙僧虽然还没有出场 但是扮演沙僧的演员 颜怀里老师 却已经在前几集中 客串过好几个角色了 比如侯王初问世时的千里眼 还有泰山老君等人 这一集中 他也客串了一个角色 就是上图中的老乡身 另外 这一集还有一个 不知道在西游记 中演过多少角色的超级演员 他就是向汉老师 上一集中 他扮演的黑熊怪 可以说是憨太可居 走起路来一摇一晃 非常有黑熊 那笨拙的样子 而这一集 他则扮演的是高太公的管家高才 也是一个非常憨厚的角色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那就是徐少花版的唐生 在这一集正式亮相 他现在的形象 虽然不如后期去盯女儿 拨持那般丰满 虽然现在看起来身材有些瘦血 但是气质也是不凡 这时 他还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小伙子 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 为了增肥 也是吃尽了苦头 最后 咱们说说这一集的主角 那就是马德华扮演的猪八戒 他在成亲时的形象 绝对是英气不凡 恐无有力 难怪高小姐看到自己嫁给了这样的一个老公 一直在心房里偷偷的高兴 但是这个时候猪八戒的形象还是比较原始 这也比较符合原著 这个时候还像一个家猪的样子 肚子上 嘴角上 脖子后面都有毛 看起来确实有点吓人 这一集可以说是西游记中超级好看的一集 不仅是趣味恒生的故事 还有猪八戒对高小姐的那份感觉 无不令观众感到动容